画着精致的妆容 戴上精美的饰品 这一身打扮 你看得出这是要去菜场吗 王玉秋 我比较会去烧菜 以前就是刚才开了这四王菜 叫秋家四 王玉秋 大家都叫他秋姐 别看他一副大小姐的样子 其实对于食材选择 可是非常懂精的 春节快到了 秋节也要为年夜饭的菜品 而计划起来了 从起初开始 马车 马达锁了 就能跟这个四个个人 所以要用心 就给个个人去投资了 老板娘 没有工作精致的精致吧 老好 老好对吧 那两个可以 精致的像红啊 眼睛上亮啊 这次可以拿着 就是事业 如果跟着 有得到的没工作 就基本上就把精致了 我们今次呢 就是说 上海水桶 我从工那种剂量 我做完呢 是木工 在木工里出去 有更加水 更加水 我撑起来呢 四千年两千年 就八小姐 地方刚才 叫做三辣 就吃了 然后还有 我的脂肪就吃了 有薄草啊 薰啊 口腐 然后撑起来 我说呢 就把你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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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宝辣酱 都是自己手工制作 用的也都是香味浓郁的 黑毛猪做肉丁 猪油也都是自己熬的 这些配料的提前准备 给年夜饭的制作 省了很多事 很多老食客 纷纷提前预定 然而上海人的春节年菜 都有很多寓意 这是不容被遗忘的 上海人的年夜饭前菜 熏鱼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香蕉鱼用青鱼 黑鱼做的熏鱼 秋姐教大家用 马胶鱼做熏鱼 至少肉质紧实外 更鲜美哦 原材料如下 马胶鱼挑选表皮 有光泽的 表示很新鲜 第一步 处理马胶鱼 接着把靠近肚子的肉 带着血水一同剃掉 大刺去掉后 我们直刀将鱼肉切块 每块大约三厘米左右即可 切完后 我们开始第二步 腌制 然而 腌制鱼块的时候 将鱼皮朝上 肉朝下 更容易吸收味道 大约腌制20分钟左右 腌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调酱料 倒入料酒 生抽 以及葱姜 去腥提香 接着放入200克白砂糖 随后放入八角 香叶 桂皮 草果一同提香 其中关键还要放入 陈皮 用海鱼做鲜鱼 里面还要放入白胡椒粉 花椒 一同去腥提香 搅拌均匀后 放入鱼块腌制 取出鱼肉备用 而这个汤汁 另外还有用处 倒入酱料 大火烧制 大约三五分钟 汤汁变得浓稠就可以了 这样煮一锅 可以用很多次哦 接着我们开始煎鱼块 倒入200克油 等油热后 放入葱姜炸香 随后取出葱姜 放入鱼块 等到鱼肉基本定型后 再翻面煎鱼皮部分 煎好的鱼块 迅速放入煮好的酱料里 浸泡一到两分钟 吸收满满的汤汁 如果喜欢口感更脆的 可以再复炸一次 就这样 外酥里嫩的熏鱼 就做完了 邱姐的好友们 吃过都赞不绝口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就起锅 好处了 连大姐很会做的 外面的它常规的 应该是有炒鱼和鲤鱼 这些鱼做起来 它的肉表应 我觉得这个鱼做起来 它的鞋味是 它本身的肉 它自己有这种鱼脂鱼味的 这个感觉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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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鱼肉